內地公港烤喘豬流入市面引起全城關注 食環處星期六公布政府化驗所的測試結果 確認江西兩個豬牆大約320隻活豬樣本 陷殘於烤喘藥沙丁安醇 事件揭發食環處及漁護處失責 食環處指有40隻烤喘豬流入市面 星期五緊急發布27個零售點 並將涉事肉檔的豬肉封存 不過又在名單上的肉檔就大慎冤枉 堅持沒有買入烤喘豬 有一活豬買手透露 攝氏的豬隻在星期四混底上水逃房 到星期五仍未出現了報告 本應不可以劏豬 估計食環處人員見四年來 都沒有化驗出不合格的受藥殘餘樣本 以為沒有報告即是沒有事 令到涉事的豬隻流入市面 又說據了解 當日只有三個買手競投到涉事的豬隻 而食環處公布的名單 有個別肉檔已經至少一個月 沒有向相關的代理拿貨 但仍然榜上有名 批評食環處及漁護處出錯 業界更醞釀在星期一集體抗議 要求修正名單、賠償及檢討化驗流程 對此食環處解釋 有關資料由涉事逃房營運商掌握及提供 由於部分問題豬隻已流入市面 為審慎起見需要迅速行動 並與有關零售點進一步更進名單 另外內地宣布江西全省活豬即時暫停公港 業界估計豬價會上漲一成 去到44至50元一斤瘦肉